近日肥媽接受媒體採訪 說到她在多年之前 曾經因為被家人騙 而向銀行借錢 每個月只說銀行利息都兩萬多元 為了還債 她就帶著自己的登台衣服 去了深圳某間大酒店租房 每日化妝打扮得漂亮 在酒店大堂周圍走來走去 後來真的吸引了某個大老闆 向她打支呼 問她登台開訴的費用 她說當時開訴價是三萬八千元 不過因為等錢花 就算對方開價八千都照殺 之後就認識了更多的老闆 表演也越來越多 肥媽說當時要表演籌金紙收現金 所以她背著 兒子的網球球拍袋裝錢 串袖過散 搶了半年後 就帶著袋裡的50萬人民幣回香港 對於這個勵志故事 有網民從中得到啟發 不過也有網民將重點 擺在肥媽 帶著50萬人民幣現金過關 違反了中國大陸的出境現金限量 直指她這番言論 和高調自爆犯法沒有分別 根據中國大陸海關條例 中國公民和外國人出入境 每人每次 攜帶的人民幣限額是2萬元 而外幣最多就是5千元美元等值 再次製作人數不足 再次製作人數不足 添金紙收現金